好了 一個恐怖電郵 也可以有你們自己發聲的恐怖電郵 你喜歡自己錄一段Voicemail過來也可以 或者文字將你的過程交給我演繹也可以 傳來adman.0202.icloud.com 由於明晚和星期一我會去泰國 所以我會找梓宇幫我代節目 梓宇也會說我想演繹恐怖電郵 所以明晚和星期一的恐怖電郵 就由梓宇去演繹 大家給他一點鼓勵 好 今晚又有湯師傅 還有一位高靈人士 希望以後不是 好 就是Wing 好 先聽到電話 這位是小玲 你好 小玲 你好 我還有兩位嘉賓 怎樣 我想說一說 我以前住在灣仔 哪裡 灣仔 哦 灣仔 因為很多年前 我想都應該有十年八年 就說有一些學生 就在南庫台那裡 探險 是啊 出事 就說他們 鬼傷身就衝了下來 其實那一晚我也有經過現場 哦 是的 這件事之後 這件事就說了 這件事之後 一個禮拜左右 然後我就 因為我其實住在附近 我就直接走上旋街那裡 嗯 嗯 嗯 然後呢 因為它全部都是立梯 是啊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過了公園 哦 那裡都好了 三四點左右 走過了公園 突然間呢 有個陰影遮住了我 就好像搬了一把傘 嗯 是的 004歲 那個人呢 是一個回合陰了 嗯 嗯 那我奇怪啦 為何會突然好像有個雲遮住呢 是否這麼陰呢 是啊 然後我看一看旁邊 又不是很露 旁邊有太陽好啊 哦 就是我自己是被一個J型的東西遮住了 嗯 然後不對路了 怕的 走回去 然後走到公園中間 就沒有了那一陣東西了 嗯 那我自己又被鞋子踩住了 這樣 但是 你會看到的 一看上天 就已經知道有沒有東西遮住你 其實 我不敢看上去 因為是零零射射 我自己一個人 有個陰影在那裡罩住了 有沒有一些涼涼的 凍凍的感覺 嗯 嗯 少少 嗯 是啊 但是看到旁邊是一個圓形 這樣 嗯 其實我自己是陰天 但是外面是浪費著的 嗯 嗯 最初你又不敢看 其實一定會看的 自然現象 都會看一看 什麼事 有什麼遮住我 這樣是自然的反應 但是你不敢看 不敢看 因為 即是七七以為是雲 但是 誰知道走多兩步 不對路 為什麼只有我自己遮住了呢 這樣 所以就不敢看 因為 因為那裡住得久 其實都 有不少這些恐怖的 OK 那你想補充那件事還是什麼 那件事呢 那件事呢 那件事就是 那一晚我拖著狗去逛街 然後那隻狗平時都沒有東西 這樣 向前走這樣 那一晚呢 就不停地向後望 走兩步又向後望 走兩步又向後望 這樣 然後就走到他出事那裡 我忘記了是出完街還是逃完街 然後看到有些警車 那些叫救護車 然後 然後 就看到那些警察 救護員 不停地拖著那些人 有些人就被人 整個人按了在地上 幾個人按一個人 是啊 他們瘋了 那一晚真的 是啊 是啊 因為真的很吵 因為我是走過的 真的很吵 看到那些人這麼誇張 我心想 就打結果 這樣 那我看一看 然後就走了 第二天看報紙才知道 原來有些什麼 哦 OK 就是這件事是不是 是啊 其實有很多 因為我從小時候開始 其實已經遇到這些 喂 為什麼你會先說一件 不是那麼恐怖的事 你先選一件最恐怖的事 來聽聽一下 剛才遮蓋的那個 不是太行 那個其實也不太行 哈哈 當時人會更多 對 對 對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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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開名 我以前在一間 很歷史悠久的餐廳 做的 都是在那個區裡 哦 我占一間 嗯 然後呢 那時候是很陰陰暗的 那間餐廳 有兩個樓樓梯的大廈 哦 嗯 是的 我們上班呢 通常會走過外面 然後就會繞進去後樓梯的那條行 走回去自己的房間那邊 是 嗯 然後那天呢 就是 長期不夠人了 其實那個年頭 然後一上班 咦 頭梯有個人背著的 穿著制服 在那裏 在那裏 開工的衛生 嗯 低頭的 很高的 那時候剛好呢 第二間店有個同事 又是這麼高的 嗯 然後我就在想 咦 今晚有幫手 不用這麼辛苦了 是的 然後沒事了 就走去換衣 就換衣服出來了 咦 就來問人 喂啊 哪個哪個是不是來幫忙啊 嗯 我台軒在行樓梯見到他 因為他其實他上班 他很流行在那裏 吃完煙 然後就出來開工的 然後問了全場 全場都說 沒有人來幫忙 沒有這個人啊 嗯 哪裏有啊 嗯 那就算了 那我沒有講過了 嗯 然後第二次 第二次呢 因為他分前面和後面的 我在後面開工 那麼他那個爛行那裏就有個門的 那麼就前面一道 後面一道 那麼那門上就有個玻璃 就像卡拉OK那些窗一樣 有個玻璃在那裏 是 那麼那天呢 剛剛就想著 我去做一下事 進廚房拿東西吧 那麼我習慣呢 都會在推門之前 在窗上看一看 後面有沒有人 免得撞到的 嗯 那天一看 變成一個人 白衣 好像長裙那樣 那些頭髮披臉 蹲在地上 嗯 OK 然後因為很忙嘛 那麼我沒有懷疑 咦 嘩 為什麼那個人蹲在那裏 然後後面又再看一次 已經沒有了 又沒有了 當時我是直接開著門 走進去看過一次 咦 沒有的 嗯 你那間餐廳 是不是在球場附近的 是啊 是啊 那間餐廳 很旺的 開了幾十年了 很久了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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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沒有暗 嗯 好了 多謝你的電話 好 下次來光顧你 咦 沒有做很久了 沒有做 好 很久了 十幾年前 謝謝 拜拜 謝謝 最近師傅有些真相片 哪些 你那些 我 我想說哪一件事 我不知道 你剛才外面說 剛剛最近有些 又是食肆之中 不知道鬼上身 還是鬼 昨晚的事 昨晚的朋友來找我 那些徒弟的朋友來的 是 在一間店裡打火鍋 我看看他的樣子 他的樣子 裡面還有一個樣子 什麼意思 眼神 不是 我看了他有兩個樣子 哦 有一個靈體 表面那個就是他 裡面那個不是他 不是他 我問你什麼手 我碰一碰你 我碰他 這個人好像冰山一樣 那樣子 就像雪藏 拿出來 那樣子 那樣子 我起到發推下去 剛剛有個廚房 就走過 一看 說很恐怖 他說這個女生 當時我起法的時候 那個女生 眼珠沒有白色 全部黑色 哦 即是當你起法 扯她那個東西出來 我沒有扯她 我只是碰著她 我沒幫她做 星期六才搞 哦 即是暫時 先指一指 這個東西大概都知道 是她的姊妹 即是媽媽以前沒有扯她 現在扯了她算 哦 又是這些 其實你剛才也有這些 但是從來都慢慢有說 沒有表題 就是 是啊 就是到那個時候 賣點米 就是到那個時候 我還要跟親戚說 三年前 然後那個親戚 才說 好像有些事情 然後才去查 找個神婆 然後才知道 原來是有姐姐 有個弟弟 嗯 其實如果這些情況 即是父母 比較開放 嗯 肯跟自己的 即是之後 那些小朋友 講清楚的話 起碼有些心理準備 嗯 就是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還有那個年代 十個 九個都有落過的 即是落的意思 可能是 刻意 或者不刻意 都有的 其實可能醫學 沒有那麼聰明的時候 是 還有那個時候 避孕的意識 也沒有那麼高 很強 所以十個 九個都有這些 英靈 其實都是 我試過遇到一個 大概是 差不多五十歲到尾 是 我身上抽到六隻 英靈出來的時候 六隻 六個 有很多的了 是啊 哇 真是 唉 如果不弄好這些 基本上 可能都很難去 再生下一代 其實都 有時候都會影響 有少許影響 有少許影響 即是會經常跌 對 對 下一位 這位叫做 阿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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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湯師傅 還有阿榮 你好 你好 有少許感應 然後 有一天 阿大表妹 跟阿細表妹 就同一間房間睡覺 一個上下隔 然後阿細表妹 突然問她 阿姐姐 為什麼你的聲音 這麼恐怖 然後阿大表姐 就用了一些很低沉的聲音 好像鬼吃 但是 不知道說了什麼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到 下次了 其實整件事 對她家裡 都很大影響 他說 第一 阿表妹的父親 其實是做生意的 在這段時間 無端端就欠了人幾百萬 第二 就是阿表妹的媽媽 有一天 阿表妹的媽媽 就打給我朋友的媽媽 她就說 我現在很想自殺 朋友的媽媽就很害怕出事 立刻上去看看 看看什麼事情 你知道看到 阿表妹的媽媽 坐在按摩椅上 大腿上放了一把刀 然後 朋友的媽媽就問 什麼事 然後阿表妹的媽媽就說 剛剛有一把女朋友 不斷叫我戒下去 不痛的 沒事的 幹嘛不戒 啊 阿表妹的媽媽 有一點點意識的時候 就打給朋友的媽媽 那朋友的媽媽就 嗯 就怕了 就下了樓下 紙紮店 問有什麼方法搞啊 嗯 之後就 買了些金銀衣紙回去 打算燒 嗯 誰知道 銀衣紙都燒不著 嗯 然後朋友的媽媽 以前是做酒店的 嗯 有時候都會看到一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嗯 之後她就大大聲說了一句 你不收啊 不要讓人收啊 樓下大多人收啊 嗯 是啊 那會收不收啊 是啊 當時候呢 那家屋只有大便妹一個 嗯 然後大便妹就出來說 不要罵了 嗯 她現在很生氣啊 嗯 嗯 然後之後呢 過了一會兒 朋友的媽媽就下了街燒 是 那一燒呢 周圍的人都不敢走 因為她說看到那堆火 變了綠色 哦 那些 聽說這些火是叫陰火 嗯 就代表她不肯收 嗯 然後之後 朋友的媽媽就去了 她說了 王國又叫萬公層 嗯 又是萬公層 嗯 她說 這個呢 是平時呢 幫我朋友算命啊 改命啊 那個那個萬公層 嗯 那麼去到萬公層 算一算就說 喂這件事我幫你不到啊 嗯 她自己拿來的啊 嗯 但是呢 我可以介紹你去錦田 問一問 嗯 然後朋友的媽媽就說 嗯 那間店呢 很多時候呢 每天都會有人在那裡排隊的 嗯 就說只是收香油錢的 嗯 那一去到 朋友的媽媽就跟表妹的媽媽去問 然後 師姐就說 喂這件事 她自己拿來的啊 又是這樣說 嗯 是的又是這樣說 然後師姐就說 嗯 但是我也不想去 看著她這麼厚實就死的 嗯 你找一天你帶她來看看 嗯 那麼就過了幾天啊 那麼就想著 帶上表妹去看 然後表妹就說 喂我又不舒服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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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去 嗯 你過兩天再來吧 我叫了那些十師兄弟過來看看 嗯 那麼過兩天她就再去看 那麼那天呢 原來他們 整個廟還是一吉五節 她說好像一個廟但很小規模 嗯 她就說 當然他們就不止拍了 就只是幫她搞 是 那麼當中呢 那麼就很有趣啊 看到一個大師兄來了 那麼原來呢 我和我朋友的媽媽就說 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小學生來的 還咬著一枝幫飯堂這樣 嗯嗯嗯 然後我朋友的媽媽就說 嗯 整件事呢 其實以為是拍戲才能看到的場面 嗯 那麼她說 看到有一堆蠟燭 圍了一個圈 然後呢 阿表妹就躺在中間 嗯 那麼過了一會兒 阿表妹就整個人升起了 蛤?寧空升起了? 是的 寧空升起了 然後呢 大師兄呢 即那個小學生就說 你現在走不走? 嗯 你不走呢 我就一定有能力收到你 嗯嗯 然後到最後 就真的收了 嗯 然後呢 師姐就說 其實這個不是普通的鬼 是 這個是一個魔來的 嗯 之後就幫阿表妹封身 這樣就離開了 嗯 但是有一件事就 令到阿表妹媽媽 一輩子都有一個陰影 就是 嗯 之後每一年的萬聖節呢 阿表妹媽媽呢 都不敢再開電視看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 很多萬聖節的廣告 每次見到呢 她媽媽都很害怕 所以每逢萬聖節 家裡的電視都是不開的 萬聖節的廣告 就是這樣 那些鬼是開心的 只是笑的 為什麼會害怕呢 不知道 因為可能電視有些 又錄啊 又靜啊 又黑啊 陰陰陰陰陰的 她媽媽就不敢再看 那些 不是表妹不敢看 是媽媽不敢看 有陰影 對 到最後呢 表妹好像失去憶 那樣 不知道什麼事 就是這段記憶是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了這段記憶 我又一作你的作風 就問一問朋友 她到底問了什麼 有沒有說 說了什麼 應該說的 沒有的 又沒有問到 所以就 這件事就是這樣了 即是在新涼潭 是的 緣起於新涼潭 都很多年前 中學時代 阿表妹就是中學時代 所以我叫人 都不要說自己去玩 很危險 是嗎 還要先玩蝶 很危險 不是那些人 要接觸那些東西 做什麼呢 是不是 或者師傅真是夠了 跟著你 有什麼事可以立刻幫你 做到的 沒有問題 好像你所說 你給了你 然後又不收回你 那你跟著你回家 那怎麼辦呢 是的 所以可能她的頻道對 那時候就跟著她回家 還有她說 最後發覺那個 原來是一個小女兒 那個魔 就是這樣 即是那些荒山東西 你不知道她 即是吸收入月精華 收了多久 是的 是的 不過我們做節目 就沒辦法 我們不陰 不猛就不去 是不是 你們就不要了 真的 OK 好 有一件這樣的事 但是剛才你說的地方 不知道會不會 我去過的 或是錦田的 不過算了 不要說 我也有聽說 你上星期重溫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間 但是我也不敢肯定 錦上路 是不是跟錦田 類似 我也是猜 你也知道 搬了 是的 是的 OK 好吧 大家知道就知道 OK 謝謝 謝謝你的電話 再見 再見 師傅又收到封 我們要留意一下 是的 留意一下外面的行程 有些人在做什麼 情況 是的 即是大家互相 看一下 交流 了解一下 剛才不是說大堂嗎 不如我簡單說一下這件事 好了 因為都估計有些大堂的朋友 原諒大堂 這件事在討論區 轉貼回來的 我看完也覺得 都可以拿出來分享一下 某個網友說 在大堂村 X號 什麼單恐怖經歷 大概在七年前發生的 到現在都很難忘了 這間屋在很急的情況下租回來的 樓高兩層紅色門 看到那時候下午三點五小時左右 都覺得兩個人住都沒什麼所謂 很快便租了 第二天自己賣東西上去拜四角 開始這間屋涼涼涼的了 雖然這間屋有很多窗 但其實周圍有很多東西是遮擋住的 根本他覺得不可能這麼冷 因為那時候大概是三十多度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多 打算快手拜完就閃了 好了 來了 他說還帶上一部念佛機 一邊開一邊拜 一聽就知道出事了 不過實在越拜越不對 越來越冷 好了 不管那麼多 一搞定九秒九 就去找個地產 問問他之前這間屋有沒有租過出去 地產師就說 有的 兩個月前還有人在這裡住 覺得不夠住才搬 沒什麼的 可能自己想得多了 就算了 第三天一早就搬進去 可能盧思洞 又出汗 沒什麼理會太多 連續幾晚都很幸運 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沒有在理會 但幾天之後 開始覺得不舒服 不是這裡不舒服 那裡不舒服 一時又發燒 一時又頭暈 總之也開始有耳蒙 所以我剛才問你有沒有耳蒙 是有的 有些事情發生 還有他說很實在的 差不多每次都有交炒 交炒 交炒 高潮 每次都有高潮 他說 而且一定是老公不在身邊 才有這些事情發生 那他就跟老公說 老公還笑他說 你有沒有搞錯 發這些耳蒙 好了 又過一天 一整天 病了 就一整年這麼多 然後他都覺得這些耳蒙又發生 好像是否跟屋子有關係 誰知道有一天 一出門口 遇到樓上的租客 第一次遇到他 他就很害怕 他說 為什麼你可以住樓下住宿一整年 你沒事 當時他打了一個突 就說 什麼事 為什麼你這麼說 他說 我租樓上的時候 跟女生朋友一起租 但是那個女生 他一個女生租 而他們就是兩夫妻 但是朋友住了三天不夠 然後他就走人了 為什麼你可以捱到一整年 真的厲害 然後這個網友就搶著鬥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都覺得房子很冷 上去他就再談 一上去就坐下 就說 你搬進來的時候 你不覺得房子有一套糊 在頂上嗎 這個女生就說 沒有 我看不到 業主做一個簡單的裝修 我看不到 他就說 在未有身有之前 其實整間房子 全部都是貼了符 即是說 這間房子是有東西 而業主知道 就裝修了 就蓋了那些符 於是就頂不上 真的要撤走了 所以整間房子 他又是入住了一間 不知道是不是空宅 鬼屋 又是發生過這些什麼 所以有時候看房子 又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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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有出來看看嗎 難道有出來看看嗎 其實人有感覺 是不是 即是入住房子 人家覺得很涼 是不是 不舒服 有些人會入住房子 會有點暈眩 所以就走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他又開著練佛機 來拜五個 有人會這樣做嗎 我沒有聽過 我真的沒有聽過 因為那時候是送他走 對呀 你送人家走 你怎麼會再招請他回來吃東西 很麻煩 掉轉了 所以這件事也是知不知道 好了 我看了一件事就分享一下 一會回來收費時段 就會聽到有些住屋問題 究竟我們上次去拍海興大廈 有沒有真的進入了一個空岸現場 一會有兩位知情人士幫我們回應一下 還有聽一下他們有沒有聽過那裡 有些什麼靈異事件 好了 想參與我們馬上聽到 我們下一部份的說話 如果在BigBigAir的網站 在這個APP上 繼續可以附這個Cons 就可以聽得到 可以上去mmpoint.com 用PayPal 即時用信用卡過數 也是可以的 好了 要跟HotBass的朋友 和國內的火咀網朋友說一聲 拜拜 明晚再見 你們走 我們回來之後 收費時段 再繼續 會更有問題 甚至 有幾日 金并 有幾日